演员的诞生9日播出 袁立对战张童演艺超声游击队 最后三位导师都没有投袁立 张童晋级到下一轮比赛 节目后袁立发微博 指责节目组把自己剪辑成了神经病 今天早晨袁立又晒出多张微博截图 是他和演员的诞生艺人宠仇之间的对话 对话中袁立表示自己能够晋级才会考虑参加节目 还表示要签合同保证 最后没有晋级 而且合同节目组以盲为由 没有签订 聊天记录中还显示演员的诞生工作人员表示 徐帆也同意来节目了 但是节目没有同意 随后袁立又发一条微博表示 称自己没有拿到劳务费 还称自己要说出讨薪的过程 对此演员的诞生回应袁立奉诉 表示袁立的劳务费已于10月30日结算并不存在 欠心一说 据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合同因文本细节屡次修改 一人劳务结算是有时间的走正规流程 而应付款项在10月份就已经完成支付 至于工作人员对袁立的私聊内容 是该工作人员在邀请袁立参加节目过程中 因私人感情在邀约中出现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言辞 节目组已经对该工作人员停止工作 等待进一步处理 声明中还强调 节目组一直以来追求公平公正 节目不受任何人操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